很高興公園業力能所王首長的團隊 跟聯業力清彭董事長的團隊 他們今天技術上的合作 由縣政府來做見證 力清的刨除力量 其實現在在我們整個苗栗縣也好 整個台灣也好 我們發現它是一個困擾 因為所有的力清廠幾乎都堆滿山滿谷 那個數量非常嚇人 因為多年下來這個力清刨除掉是沒有辦法消化的 所以現在公務員醫院力能所 透過我們陳志豪先生他的多年的研究 現在有辦法把這個力量分解成 還原出原來的那個狀態 那就分成大概就是粗料跟砂 那砂的部分它含有9%的力清的含有量 這個算是它分成成有價的物質 而且這樣子可以替代我們現在目前 台灣砂石供應在砂的部分是比較不足的 那當然我也擔心它那個出的氣料 它也要有一個氣象 有一個提代表 它除了可以還原繼續做力氣以外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在建築的使用上 我認為中央的法國應該不會同意 但是除了這個建築部以外 其他的東西好像譬如說一些水泥字體 甚至是一些像我們這個銷波塊 像這些我認為它都是可以大量的使用 把它消化掉 這樣就不會造成利清業者的困擾 也不會知道台灣環境的污染 而且現在講究的是經濟循環在利用 跟淨淋台灣 我覺得大概做到零廢氣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項技術 我們也祝福這個公園業力能所 跟我們聯益利清他們的合作 可以成功圓滿 因為這個案子只要一旦成功 將來可以造福非常多的利清業者 當然也同時也會造福所有的工程 尤其在路面的工程 我們將來就可以降低路面工程的成本 那我們就可以常常幫馬路 不要太久才換一次 因為畢竟這個經濟上 我們如果降低成本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路布得更好更廣 讓我們的鄉親大家都有一個平坦的搭檔 可以這個平安快樂的回家 我想這個工作非常重要 我們大家辛苦了 謝謝